他們在簡介上面稱自己為 洋蔥系民謠搖滾 那想到洋蔥大家會怎麼樣 會有一些自然的反應 一顆洋蔥擺在你眼睛前面會怎麼樣 會流淚 所以他們的歌會不會讓你流淚呢 我也不知道 但他們的演出跟剛剛Norah Says是截然不同的風格 然後大家看上面平均年齡 平均年齡有25歲嗎 有嗎 有吧 還是有啊 應該有25歲 其實很年輕喔 不要看等一下主唱 等一下聽他唱 你會聽到他的聲音 像那種磁性 然後有人說他是根本是21世紀的小李宗盛什麼的 就諸如此類的稱呼 他的歌詞非常的細膩到 會讓你想起一些自己不一樣的畫面 所以大家可以等待他們在C體 然後如果在這個時候 你想喝一些飲料 你也可以到後面的吧台 然後如果你更有空 當然希望你拿起手機 然後去我們的新北旅客的網站 或是我們中國信託文化基金會的網站 我們去參與我們的人氣投票 有我們的中國信託人氣樂團獎 還有章魚哥人氣樂團預測的活動 兩個活動都希望大家投票 投票第一名我們就有很多的表演 很多的表演就會讓越來越多人聽見 我們這麼厲害的原創樂團 那原創樂團 越來越多人知道 他們的好創作就會傳遞的更廣更遠 所以今天我們第一場 新北漁人舞台的掃拔幹也有來 也是我們十強之一 欸掃拔幹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耶 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樂團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 SA 欸掃拔幹 SA VAKAN 掃拔幹 他們是在地的嘛 算在地嘛 對不對 在地的樂團 非常厲害 那剛剛Norah Says也可以上網搜尋 欸剛剛那個搜起來了 上網搜尋給他們FB按個讚 那之後不管是不是在台東 如果你在台北的各地 你只要發問他們粉絲頁 你知道他們在你居住的城市 有演出的時候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他的現場 去支持他們 因為這些樂團他們 他們的演出 他們的創作都是他們的生活 還有經驗累積而來的 那當大家一起來現場 跟他們一起分享的時候 享受他們的創作的時候 他們會越來越投入 然後他們的創作 就會分享給各位 然後可能 可能你就會 不小心就愛上他 情不自禁 所以今天這個 你看他們已經拖幫腳了 然後 現在正好有一些風 跟剛剛那種 炎熱熱情的氛圍 又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靜靜的享受他的歌曲 所以大家可以靜靜的享受他的歌曲 好的 就在我們setting差不多的時候 然後 再次呼籲 剛剛Norah Says 還有今天青春大衛 需要各位的支持 那如果喜歡他們的歌曲的話 上網FB搜尋他們的名字 相信今天晚上 對各位來說 可能是一個非常幸運 又特別的夜晚 因為我們十強走唱 是第一次舉辦 也第一次來到台東 然後希望大家到目前為止還滿意 然後我們可以在台上演出者 剛剛Norah Says 還有青春大衛先鼓勵 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當然等一下他們演完的時候 我們要做一個特別的活動 所以我到時候會需要各位的尖叫聲 還有掌聲 所以等一下青春大衛演完的時候 請各位先不要走 然後我們要玩一個很好玩的遊戲 然後需要大家參加尖叫 然後還要跟各位拍照 好 現在青春大衛準備好了 那我們來用掌聲就好 他們比較適合掌聲 一起來歡迎青春大衛 大家晚安 請問一下 請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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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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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